就是有一个女孩子 她今年28岁 比我还小两岁 她名字叫李畅 那么她得了一个 非常罕见的一个基因病 叫做艾勒斯当洛斯综合症 那这个综合症呢 就是非常非常罕见 而且目前为止呢 没有什么方式可以治疗了 就是说让这个人痊愈 没有 然后医生已经给她下了一个通牒 就是说她最多活的话 就是还能活三到五年而已 她的寿命就这样子 那当然这个话是医生讲的 她现在症状就是浑身都疼 她这个疼痛啊 就是一直处在这个疼痛里面 这个疼痛达到七级 然后呢 她身上就是装了各种各样的东西 她现在的生命 是靠着这个心脏起国气维持的 也就是说如果突然什么时候 这个心脏起国气 她不管用了 那她真的就是再见 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她已经非常长的时间 没有办法吃饭 为什么 因为她的胃不工作 然后她的肠子也不工作 所以她就是一直要输营养液 然后她营养液就是自己在打 自己在打 她身上就是都插着那些管子 插着那些口 她随时都有感染的风险 因为她身体的抵抗力 防御能力是非常非常低的 那个免疫力 她是东北人了 其实 她是东北人 然后她18岁的时候就出国留学 所以她英文是非常非常好的 她先去了英国 然后又来了美国 所以她的学历也是很高的 但是呢 因为她得了这样一个病 她国内的家人已经对她完全放弃 就是 不会给她有任何金钱上的支持 然后大概隔三差五就问一下 看她是不是还活着 所以国内的她爸爸妈妈家里的人 就是已经对她完全放弃 但是呢 她很坚强 她虽然在面对这样的情况之下 她还是去面试 她想找工作 那你知道 我上次见她的时候 她居然还找什么工作 她跑到银行里面去面试 就是因为有很多银行 她是需要讲中文的人嘛 就是一直站在门口 一直站着 然后有什么服务 这样可以去跟人家讲 她还去面试 去找那样的一个工作 我就跟她讲 我们就说你不能这样的 因为她这个抵抗力是非常低的 你知道你不要说什么 感冒了一个什么东西 一下这种东西 都可以马上杀死她 所以她没有办法站那么久 她站一下的话 她如果不行 她就会晕倒 就是这样的 所以她在身体这样的情况下 她为什么还坚持去面试 因为她不想要给大家 带来太多的负担 她有在网上筹款 有在购方命上面筹款 但是购方命那个平台上面 扣的钱实在是太多 双方扣 就是你在这个平台上面 你得到捐款嘛 对不对 你捐款人 她从你捐款人那里 扣一大部分钱 然后我收款的话 我再取出来 她还是扣一大部分钱 所以这个平台 我这次才知道 她是扣那么多那么多钱的 她不是说想象中 只是一点点 所以呢 尽管她国内的家人 对她放弃了 但是她还是 想要在活着的时候 能够尽量的赚钱 然后她怕她去世了之后 她可以留给爸爸妈妈一些钱 或者是她赚的这些钱 最起码能够支付 一部分她自己的费用 那么她需要的费用 开销是蛮高的 因为她现在是租房子 住在一个房间里 那个房东也蛮好心的 给她了比较低的房租 除了这个之外 她一直去看病 一直去等等 很多保险不cover的东西 她都是要花钱 包括像她 要打一些止痛剂 因为她实在是人太痛 那么呢 我们的教会 为什么我会认识她 因为我们教会 支持关怀她有一段时间了 那我可以证明 这个事是真的是 真的是完全真实的 这个不是骗人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很多人非常可怜 需要人帮助 但是如果大家在网上看到 不知道的话 就会怀疑说 这事到底是真的是假的 我们的事工也有在帮助她 然后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 也有支持她 关怀她 那当然呢 她还需要更多的支持 但是呢 光靠我们教会的力量是不够的 所以呢 在这里如果大家有感动的话 欢迎大家为她奉献 那么这个奉献是直接到她账户里面 这个是她Zill的一个邮件的地址 我就把这个地址放到这个我们的屏幕上面 大家可以用银行转账 就是Zill的方式 你打这个 然后她名字叫李畅 那你打这个邮件的地址之后 她出来的名字就是畅力 就是CHANG 然后last name是LI 这样的一个地方 可以为她送去一些关怀 送去一些鼓励 这个情况的确是真实的 而且我每次看到她 我觉得心里非常难过 为什么 很难想象她承受压力这么大 她才28岁而已 而且她 是很有幽默感的一个女孩 就是如果说 她身体很健康的话 她是一个非常开朗 然后很活泼的这样一个女生 尤其是她跟我年纪差不多大 我每次一想到她 我就觉得说 她没有办法吃东西 然后她浑身承受这种病痛 然后 而且我觉得最难过的就是她家里人对她的放弃 就是她爸妈觉得她这么多年在国外 已经花了太多钱上学 没有必要再在她身上投资 因为她如果去世了之后 她爸妈就要开始考虑自己养老的问题 因为没有其他的孩子 所以他们会觉得说 这个人反正 早晚迟早都是要死掉的 那我没有必要在她身上再多花一分钱 所以她家庭的情况 她也从家庭里面受到很多的伤害 从小到大 情况是非常非常的复杂 那也希望大家被她祷告 因为她到现在还没有接受神 那我们也一直去关怀她 然后又给她传福音 希望她能够赶快地受洗 我觉得真的就是要帮她祷告 然后请神亲自的来接受她 然后赐给她平安吧 因为她毕竟得了 基本上是一个绝症 然后基本上就是必死无疑的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必死无疑的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面对我们的死亡 还有我们要怎么样勇敢地去 来去了解说 我们人生中的purpose是什么 我们的人生的purpose 如果说是可以为神做见证的话 那我现在就可以死 那她的人生的目的是什么 这其实是非常可怜的 我要赚钱 因为我不想要给我妈什么东西 我不想要给我爸带来什么困扰 或者什么之类的 所以真的是请各位帮她祷告 然后请神亲自的来带领她 请神亲自的来触摸她 请神真的赐给她平安 就连你们教会去帮她传福音各方面的 她都不愿意接受的话 真的是表示说 她心中是有一个不安的 她心中是不知道为什么不安 绝望不安 是这种你想 你很难想象在这么年轻的年纪 又没有信主 然后家里人们完全放弃的情况下 又没有钱 然后就不知道自己随时什么时候都会死 她都在想说太痛苦了 太痛了 她都不想要活下去了 我们跟她说不管怎么样 不可以走自杀这条道路 你不可以去想安乐死或者是什么 就这些事情都不是你考虑的范围 那她心里就担心钱的问题 我有去跟她讲了 我跟她讲说你不要担心 因为我相信教会是神的肢体 这个钱跟生命 我们知道生命一定是比钱重要的 那哪怕我们或许是为了能够拯救这样一个生命 我们一个月少买一个什么什么东西 你哪怕能够给她20块50块按照神给你的感动 我觉得都是可以的 这个不是神既然把他带到我们的面前 我觉得这是神要我们去服事的 因为神说你给一个小子端一杯凉水 这个就是坐在他的身上 所以我觉得是要让他明白 就是基督徒群体里面是如此的关心他 因为除了基督徒的一个群体 现在没有其他任何一个群体去关怀他 所以或许他可以从我们的服事的过程中 我们给他捐款过程中 他会感恩 他会明白说 为什么这些我都不认识的人 他们在我急难的时候 他们愿意过来帮助我 希望他能够从我们的这些关爱里面 看到神对他的爱 看到神在他身上的作为 所以也欢迎大家抗害解囊 因为人到死地我们不能不救 也希望不光是在金钱奉献的时候 希望大家有更多的祷告 可以帮助他 可以扶持他 让他可以能够起来 刚想起来 不要再去想那些非常不好的事情 也不要在这个时候受到撒旦的意见诱惑 我去做那些事情 希望大家祷告